嗨,我是许许 说起韩国的乐田集团 你是不是马上能想到免税店和小零食 以及之前国内轰轰烈烈的抵制运动 其实啊,这个财阀家族的狗血事件也不少 什么兄弟反目啊,父子交恶 还有经典韩剧里豪门家族离不开的风花雪月 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位财阀家族的创始人 和一位横空出世的少女偶像的情爱故事 乐田集团的创始人辛格浩 1921年11月3日出生于庆上南道卫山郡的一处贫困农舍里 当时的韩国还被日本殖民着 辛格浩的父母都非常贫穷 家里有10个孩子,5个儿子,5个女儿 辛格浩是大哥 为了帮衬家里,他小学毕业后呢 就在职业学校读了几年 就在一个饲养厂里工作了 然后不到20岁就和同村的女子卢顺华结了婚 并在两年后生下了长女新英子 但是在长女出生前1940年 她就已经揣着兜里的83日元到日本去谋发展了 到日本后,她租了一个房间 白天当送奶工 晚上在早稻田工业夜校读书 学习化学类的课程 当时她的老板花光先生被她的努力好学打洞 借给她5万日元 她开了家生产工业润滑油和电饭锅的工厂 当时还是战争期间 工厂不幸被炸毁了 1946年,她从早稻田高中部毕业 借钱开了家生产肥皂润发膏之类的工厂 虽然战争已经结束 但是在日本还是有很多驻日的美军 美国大兵们是很喜欢这类东西的 她生意很好 很快就还清了借来的钱 甚至还给天使投资人花光先生送了一套房 感谢她当年的知遇之恩 之后她又瞄准了口香糖的生意 设立了特殊化学研究所 开发出了新口味的口香糖 新式口香糖一推出就爆火 糖果店老板一大早就要在她的工厂门口排长队购买 新格号想把产业做大做强 招募了投资人一起创办了乐天 乐天Lotte公司 要说这新会长还是有点文艺细胞的 乐天这个词是她早期读的小说 《少年为特之烦恼》里的女主角 绿蒂 Charlotte的后半部分 Lotte命名的 此后乐天公司在日本建立了高点 房地产投资等大大小小的子公司 这期间第一任妻子卢顺华去世了 新格号一个叫重光出子的日本女人结了婚 这位重光出子在日本家世显赫 她的舅舅重光奎是日本二战甲鸡战犯 战后被多方求情 免受牢狱之灾 甚至还当上了外务大臣 韩国小子新格号能在日本展开事业版图 这里面女方家的势力肯定为她扫清了不少障碍 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新格号甚至为自己起了个日本名 重光武雄 然后和重光出子生了两个儿子 大儿子新东主小儿子新东兵 这两个儿子在后来的经营权争夺上 也是闹得不可开交 我们按下不表 1965年日韩建交 66年朴正熙总统上任 已经在日本建好根基的新格号 在朴正熙的邀请下 正式回到韩国开展事业 先从旅财 糕点 饮料 这些熟悉的业务开始 之后又有了酒店百货公司 生意呢是越做越大 一下子就冲到了韩国财阀排行的前五名 总资产达100万亿韩元 新格号呢也登上了当年世界第四的财富榜 当然啦 事业能扩张到这么大 靠她一个人单打独斗啊 是不太现实的 她那在老家的几个兄弟姐妹 也是帮了很大的忙 但是后来事业是做大了 钱是有了 但这兄妹几个没能逃脱兄弟反目的财阀桥段 咱这里呢也不展开讲了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当时的娱乐圈 这时的娱乐圈出现了一位美少女 引领着全韩国的潮流 只要是她换过的发型 画过的妆容 用过的单品 有过的搭配 都被万千少女竞相模仿 这位美少女就是22岁的徐美靖 徐美靖出生于1959年 因为长相可爱 她从小就活跃在荧幕上 还在电台担任儿童合唱团的工作 1972年 14岁的她在第一届乐天小姐大赛中获奖 拍摄了乐天糖果的广告 并以一名徐生熙出道 很快就一炮而红 在整个70年代中期拍摄了很多电影 并在1977年获得TBC年度最佳新人奖 徐美靖五官优越 气质突出 即使以现在的审美看 这样的装扮也是十分时髦的 然而就在她事业的鼎盛期 1981年 才22岁的她 突然宣布要退出娱乐圈 要去日本进修 没什么丑闻 事业又是上升期 为什么会突然退圈呢 当时的狗仔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只是有传言说 她的背后应该是有个金主在撑腰 但这位金主是谁 没有定论 徐美靖也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一言不发的去了日本 从此在韩国演艺圈销声匿迹 就像一颗会心一样 划过之后就消失了 坊间也没有任何她的消息 一直到7年后 1988年 媒体突然爆出她有个5岁的女儿 而且女儿姓星 大家这才反应过来 这徐美靖背后的金主 竟然是乐天的创始人 辛格号会长 再一往回溯 这徐美靖和乐天的渊源已久 她14岁成为第一阶乐天小姐 而辛格号正是那场大赛的评委主席 后来她为乐天拍广告 出落的也是越发的亭亭欲力 表现越来越强引 被辛格号相中 似乎也是情理之中了 尽管这俩人差了38岁 当然了 虽然有了可人的新欢 但辛会长是肯定不会和妻子离婚的 不然财产打散 利益重新分配 说不定半壁江山都要没了 所以她和徐美靖也没有结婚 徐美靖也一直安安静静在日本 83年生下女儿 一开始只能挂在自己父母的名下 法律上只能称是自己的妹妹 等到女儿5岁 身份才被确认 以辛尤美的名字 移入了辛家的户籍 而徐美靖也被大家心照不宣的 当作了是新会长的小夫人 尽管这位小夫人 比辛格号的长女辛英子 还要小了17岁 注意啊 这时候徐美靖和女儿 还一直在日本隐居的 一直到17年 她才又踏上韩国 回归大众事业 这时候距离她退圈 已经过去36年了 而且还是在法院门口出现的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016年6月 韩国检察机关怀疑 辛格号和小儿子辛东斌 涉嫌挪用公款 独职和逃税 对乐天总部及多家分支机构 展开全面调查 调查发现 辛格号原本名下有四家子公司 后来都由徐美靖和女儿 辛尤美共同百分之百持股 同时在05年到10年期间 辛格号先后多次通过海外皮包公司 将日本乐天的股份 转移给了徐美靖母女 光是股票的评估就有7000亿韩元 约42亿人民币 过程中被她逃掉的赠余税有298亿韩元 徐美靖母女持有日本乐天6.8%的股份 比乐天家族其他任何成员都要多 这整个家族成员加起来的股份 也才13.3%啊 舆论哗然 说是辛尔会长知识的徐美靖一往情深呢 当然了 也有说法是 这辛格号老谋深算 给徐氏母女这么多的股份 哪是什么情根深种 为他们留好后路 日后不被家族其他成员欺负的偶像巨戏吗 她那纯粹是为了自己和集团打算呢 他们猜测 这徐氏母女实际上是辛格号的秘密资金窗口 辛格号名面上是转移股份和房产到他俩名下 实际上呢 是在挪用公款和逃税 家族里所有人 只有徐美靖母女没有在集团担任核心职位 常年在日本隐居 低调就是他们最好的掩护了 2017年3月20日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针对乐天的第一场听证会开庭 出庭呢 除了辛格号和子女三人 还有重新出现的徐美靖 车子刚到法院门口 媒体的长枪短炮就赢了上去 对这位久别重逢 消失了36年的昔日女星 媒体们当然是充满了兴趣 听证会上 乐天的现任会长 辛东斌和家人否认挪用公款 逃税等罪名 试图把所有的指控都转移到 已经94岁的父亲辛格号身上 血浓于水的家人 在利益面前互相撕扯 真是十分狗血了 说到这里让人不免怀疑 这种为了利益兄弟相残 家族内斗的秉姓是不是真的是会遗传的呀 当年辛格号和自己的兄弟姐妹斗 后来他的两个儿子为了化石人地位斗的你死我活 现在闹到法庭上称了儿子要斗他 真是要感慨一句 父母真的要为孩子做好榜样啊 半年后10月30日 就辛格号给徐美靖转移股份一案 法院判处辛格号有期徒刑三年 罚禁30亿韩元 但因为他年事已高 因为身体原因就被保释了 徐美靖呢被判无罪 2020年1月19日 辛格号因病去世 乐天家族成员都守在殡仪馆 徐美靖在当晚趁着其他成员都不在 才来到殡仪馆 待了30分钟后便匆匆离开了 墙上的家属名单里 也只有女儿辛格号没有徐美靖的名字 大众开始怀疑 失去了辛格号这个靠山 徐美靖能带着女儿 在周围全市豺狼虎豹的虎市单单下资宝吗 辛格号去世后 按照法律 名下财产要让四个子女平均继承 但是辛柚美却并没有继承韩国乐天的股份 据说是辛柚美主动放弃了 据调查 徐美靖母女名下那四个子公司的资产 总额有962亿韩元 加上他们7000亿韩元的股票 以及辛格号送徐美靖的价值1800亿的地皮 价值数百亿的几套房产 他们名下的财产光是公开的 就有1万亿韩元 约5亿多人民币了 讲到这儿 让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去担心 这母女俩未来会不会吃苦 想来是有点搞笑啊 乐天小姐徐美靖的故事 目前是告一段落了 但乐天财法的故事还有很多 我们前面提了一嘴的兄弟父子各种反目等等 其实不止乐天啦 像三星啊 LG 南洋乳夜 大韩航空等 勾写丑闻不断 如果大家对财法这类型的题材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留言告诉我 咱们作为一个八卦频道 也是可以深入挖掘一下的 说回到徐美靖 她14岁出道 那次的乐天小姐 不知道是不是当时就被新格号看上了呢 这一想真是让人细思极恐啊 22岁 她放弃自己的事业 到他国过影聚的生活 默默无名 虽然不用再辛苦打拼 自此过上顶级富太太的生活 以及应有也许在娱乐圈打拼几辈子都不会有的财富 但她失去了自己的事业 失去了某种程度上的自由 无名无分了40多年 没有自己真正完整的家庭 这是她最初想要的吗 有没有可能是新会长的唐一炮弹 让当年还很年轻 甚至也许还没有成年的她迷了眼呢 她当年是自愿的吗 还是被迫的 如果是被迫的 面对乐天财阀这样的强权 她又要怎么反抗呢 这些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答案了 09年韩国女星张子言自杀 留下了一封遗书 两年后遗书被公开 张子言控诉自己在五年中 被逼向31名权贵财阀 提供100多次性服务 遗书中有一份长长的陪睡名单 而新格号会长就赫然在那串名单内 还有她的小儿子新东斌 张子言也是出演乐天的广告出道的 她和徐美静的故事 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某种相似性呢 这些大家自行判断吧 欢迎留下你的看法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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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